好 剛才說 磁針在載流導線上會碰到所謂的電流磁場作用 然後就會偏轉 它到底偏哪一邊 它事實上它會受到兩個力量的影響 一個是地球磁場的影響 一個是電流磁場的影響 所以我的圖的左手邊 我們的地球磁場要我指向北方 我的電流磁場要我指向東方 我真正指的是這個方向 兩個力的合力 兩個力的合力 合力的結果 所以實際上它的指向是兩力合力的結果 在我們的考試題目裡面 我們大部分都晃掉有地球磁場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不管地球磁場 好 電流磁場要我向東我指向東 電流磁場要我向北我指向北 可是實際上它的指向是受到兩個力量的作用 有電流磁場跟地球磁場的作用 所以 這邊有一個地球磁場要我向北 有個電流磁場要我向東 結果我真正指的是這個方向 真正指的這個方向 那當然 到底什麼方向跟大小有關係嗎 看誰比較大誰比較小會有關係 所以真正指向在這裡 真正指向在這邊 因此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電流磁場要我指向南方 地球磁場要我指向北方 兩個方向相反 一個要我向北 一個要我向南 那請問你 那我到底指向哪裡 我到底指向哪邊 一個要我向北 一個要我向南 那我到底會指向哪裡 來 應該找一個誰 女生嗎 女生有嗎 找不到女生怎麼辦 找不到女生怎麼辦 3號 3號 你告訴我 我聽不見 請坐 不偏或者偏轉180度 不偏或者偏轉180度 就是看誰大嘛 地球要我指向北 電流要我指向南 如果地球磁場很大 我就指向北 如果電流磁場很大 我就指向南 所以看誰大 看一下 如果電流磁場比較小 地球磁場比較大 我就不偏 聽地流磁場的 如果電流磁場比較大 地流磁場比較小 我就聽電流磁場 轉180度 所以會差180度 所以 這是他偏轉實際的方向 長這樣 好 這是圖維勝老師的動畫 來 我們把開關打開 接通 你發現這個有偏轉 他故意把北方畫斜斜的 為什麼 右上角斜斜的 然後他就偏轉 然後這個比較遠 所以偏轉會比較 比較近的時候偏轉比較大 比較遠的時候偏轉比較小 所以跟距離成反比 會跟距離成反比 那會跟電流成正比 那會跟電流成正比 所以電壓加大 電流加大 偏轉就會變大 變大 變大 然後呢你如果方向相反 偏轉方向就會相反 偏轉方向就會相反 然後你會發現 左邊跟右邊會不一樣 因為切線方向不一樣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這基本上你是切線方向的意思 這告訴你他有所謂的切線方向 好 然後入指面 改成出指面 就會倒過來 好 倒過來 這是圖維勝老師做的動畫 來給你檢視所謂的安培 右手定則 同時也告訴你說 它會安培定律 會跟電流成正比 會跟距離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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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它拉遠 你把它拉遠的時候 偏轉就會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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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上原來N的地方 因為它N是朝左下腳斜的 所以就是 讓各位能夠 用動畫來幫助各位理解 我們的安培定律 跟安培右手定則 OK